老王一件就出布膜 物爆链子 宝宝装缔造者前来凡尔赛 打出梦幻孤品 也不太带罗汉 这把武器真正的归属者 应该是一个地府 地府带这个罗汉神佑了 对不对 魔力你就当家法房了 我觉得是地府用 真是 我靠 老板钱包余额十万 Respect 刚才觉得香福贵 看到余额觉得香福 也就那么回事 来了 雪山两个最贵的部位 在鉴定之前 看看老板曾经出啥 跟这个游戏有什么特殊的缘分 又过去 十万块 九万九千 九百九十九的 超级无级别 OK 来再来一个 好市成风 香脸专用 五十一魔王 点了 两件都能出专用 一个武器 一个香脸 香脸会增加绑定的关系 如果出了无级别 你就没法卖无级别香脸了 但是相对应的 它会给你增加属性 点 OK 唯我所用 法系的追求 法系的梦想 武器四百八十三加体 好一个原身 项链 二百四十五零 二百七十左右的零 OK的 这零力差的还比较多 不影响它成为一个优秀的原身 飘飘第一神道 有点东西 这俩位置 一个出专用 一个出固模 武器要固模 项链 要专用 要固模 两点成就 除了第一次鉴定以外 还有一个物理暴击伤害 有双家 我靠 我靠 永不磨损物理暴击伤害 四点二 敏魔双家 这把武器好迷惑 好梦幻 就一把 就一把 还什么气 永不磨死 物理暴击伤害 四点二 太高了 伤害要是六百一就好了 玩呢 来看一下香料 香料是二百一十三 低零就低零 怎么还骂人呢 四不四 灵力本来就不高 还骂人 这把武器太够用了 这把武器太够用了 只要它是不磨 只要是磨磨双家 物理暴击伤害 其实这个主要还是打太阳石吧 这把武器打太阳石 看看他藏宝哥的宝库装备 我靠 十六万六是什么鬼 十六万六伤害 得达到九十九以上 九十七 九十七的宝库装备 我们看看宝库装备 有没有比他更牛逼的 现在藏宝哥 价格排序最贵的十八万 十八万呢 这是咋的了 这是减二十八 还是系统显示的bug呀 就是减呀 九十七咱们的 这个是那套名词套 这个是九十五的七万七 九十三的六万六 这是九十二 但是防御高 行了 牛逼牛逼 老板说呢 两个月出了四十多万的宠庄 狗托都在收藏里 可辣 看看打出来啥 收藏的也是他的 双加四十九 这个是九十一 一百三十八 这个是佳敏捷的八十九 九眼 我就是搬过多月 卖也卖不出去 自己打了 就前面的一百零一也是这样 你是如何能引出 我问你是用三眼和九眼 你是如何自然的过渡到这件一百零一的装备上的呢 非常的自然 很丝滑啊 这个一百零一的这个太牛逼了 这个一百零一的那是独一党的东西 九十七的有的出于 一百零一没的出于 问题防御还一百三十六 这下吃不及吃饭了 下一位是燕赛湖的 燕赛湖的资源是一亿的资源 让王哥帮忙看一下笑里神佑 哎呦我去 你这笑里神佑 我跟你讲 双加太高了 而且女儿孙完全不需要伤害 女儿孙的风云完全不要伤害 我这么跟你说吧 鱼岛的女儿孙 以前用过七十几的水晶 双加六十六的 七十几双加不是六十六的 七十几的双加神佑 女儿孙绝对能用 这把武器可厉害了 这把武器是属于半竹吃老虎的那种 表面看起来是一个120几只有四孔的 但实际上 它的受欢迎程度绝对不会比刚才的罗汉神佑差 因为女儿孙不要伤害 这个可值钱了 这个要是五孔直接炸爆炸 四孔的话也是没得直接吧 随便摆吧 雪山最后更新的笑里神佑多少钱 雪山我就是前段时间买了一个 七十的双加能 不是七十的 一百三的双加 就是七十的 反正买过七十的双加武器 但是忘了多少 可能是二十六 一百三的双加武器